催下油門 小心翼翼的通過直線7秒關卡 這是每位騎士考駕照的共同回憶 不過除了成功考取駕照能夠合法上路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行車安全 板橋監理站針對初考領駕照的機車騎士 舉辦安全講習 提醒每位新手駕駛應該注意的用路規則 並在講習結束後 邀請考生在大紅色的燈籠上 寫下自己的心願 祈求考試順利通過 行車一切平安 發燈籠我們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 我們18歲滿18歲的考生 那這個燈籠的意思就是 它晚上一點冷下來 它可以指引我們走向光明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剛好利用這個佳節 給考生每一個一個燈籠 那由他們自己來期許自己的行車平安 然後整個未來在整個道路上的行駛 大家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充滿喜氣的燈籠高掛在入考場的門口 燈籠上每個祈願的字句都來自彼此真誠的祝福 讓每位進入考場的考生都能被滿懷的善念所洗禮 為原本緊張的考照氣氛增添了溫馨感 板橋監禮站的貼心巧思不僅帶來應景的年節氣息 也讓每位考生感到舊甘心 感覺比較獨特一點 跟別的監禮站不太一樣 畢竟最近元宵節快到了 掛一點燈籠也是滿有接慶的味道 我覺得是感覺滿有希望會過的 就是比別的監禮站可能多一點希望 考駕照就像是一場成年禮 板橋監禮站用祈福燈籠 陪伴考生迎向人生另一個階段 不但讓原本制式化的監禮站增添濃濃原宵味 更是感受到滿滿的人情味 中間新聞 吳亮賢 板橋報導